先来一段曼谷机场到市区的交通教学 但首先我先给你们一个tip 如果你是台湾人呢 千万记得要在台湾先做好签证 不要在这里弄落地钱 因为我等哥同学等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去做捷运了 出来之后呢跟着捷运的牌子走 我们现在要去城市啦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往下的楼梯 因为地铁呢是在B1 首先选择英文 然后再看你要去哪里 这就是你搭捷运从机场去到市区的方法 非常的简单 票价只要45块泰铸 大概坐了半个小时之后 你就到总站了 这不是很简单啊 但是终点站Prayatai 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Prayatai Prayatai 我们的饭店在另外一边 所以我们现在要转BTS Prayatai 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戴好物目镜 手机已经做好房子 要准备开站了 但是我们要先去饭店 我们住的这一站距离西安有五站 叫做什么站 Prom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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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枪了 我被泼到第一支水枪了 我的镜头也是了 好我们赶快到饭店 我才可以出来作战 我们的饭店正前面就是战区 所以我们已经被全身碰撕了 我现在赶快进去饭店里面 我们今天住在第三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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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住在Promprom站 这里的Marratt Hotel 这一间饭店是去年十一月才装潢完的 所以现在一切都是非常的新 我现在在他们的行政酒栏 也就是饭店的顶楼 你看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view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住的行政套房 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给我们两张床 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BTS站 下面一点点就是刚才我们走过来的喷水站区 正如你所见我们现在这一层打扮呢 是不适合去打水仗的 所以我们要 夏天来泰国玩呢 穿长袖衣裳裤是非常不理智的 尤其是现在泼水节的阶段 所以你看我换的东南亚最受欢迎的花衣服 白色的短裤凉鞋 它完全不怕水 相机呢 我就不带这个大相机了 我就带我的GoPro iPhone X 它就可以完全的抗水 我就可以尽情的拍摄 今年的泰国泼水节落在4月13、14跟15号 今天就是13号也就是泼水节的第一天 OK 现在的计划是这样 我们先要到Kilong站 因为听说那里是最大的站区 一路来然后就疯狂的湿 现在我们要走到捷运站 但是这条是站区 所以我们要赶快的跑 你可以看到整条街的人都在喷水 每个人身上都是私事的 我们现在是手无寸铁 因为我们没有水枪 一个车问的街道 改变计划 因为现在路站开始塞车 如果我们坐车或者坐捷运 我们会来不及 所以我们现在老实想边走 边碰水边找 让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那个站 看来用走路的来不及 所以我们现在坐上了小摩托车 我们要冲去那个捷运站了 我们实际也是有超大一把枪 大家在排队热人 我们刚好经过四面佛 过来拜一下 我们找到多人的站区了 就在四面佛的睡眠 早上,拜,2050 我们正在买水枪 买到了一支好水枪 买了水枪之后装一支水是10块钱 哈哈 我们进入到一个广场 这里满满全部都是人 我们要浮沙 买到了 我们大家现在在这里给对噗 大家现在在这里给对噗 大家好 大家好 在这里 大家好 咱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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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热闹了 一片混乱之后 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 我现在的所在位置就是 Lacchata火车夜市 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夜市 因为它有新旧的感觉 你看这里是很潮流的潮变 但是这里呢 就是很传统的小吃 这里有卖水果有卖烤肉 这里有卖生鱼片 看很多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 这个是跟我手臂一样大的虾 它就是这些档口来回不断的衍生 我觉得至少有三四十条全部卖吃的 你看了是不是很开心 这个大概是整个火车夜市排最长队伍的食物 在我要离开这个夜市结束今天之前 给你们一个小建议 你们可以到对面停车场的四楼往下看 这里会有一个超级漂亮的画面 坐了两个小时的巴士之后 我们现在到了第一个景点 这里就是单冷沙多水上市场 吃饱饭之后我们先来逛这个非常有名的鱼 然后市场 我们躲进了一个小隧道 因为这里完全没有人 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火车 它看到来了你可以听到声音 你可以摸得到它 哈喽 超级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